官场腐败如此 还有要救吗 江西国企回应 员工炫富秀后台 自称进省长楼 喝20万斤的茶 近日 一组涉及炫富秀后台的朋友圈截图 在网上引起广泛关注 截图显示 该名叫周杰的网友 自称是江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员工 7月25日下午 江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针对上述网传的信息 该公司正在调查 何时中 记者注意到 截至发稿 关于周杰的话题 在微博阅读人数已达653.3万人次 讨论次数1.9万次 网传图片显示 一个微信名为周杰的朋友圈 发表了一些炫耀财富 家中有后台 互相帮忙走后门等言论 比如父亲的副局长没问题了 省厅人士处的人 刚打了电话给我吧 感谢家族的所有人 三伯 大伯 炫耀一家人都有关系 有背景 另外 此人多次提及党政机关干部 和单位的一把手吃饭 我办公室主任怕我吹空调冷 帮我加党风版 第一次进省长楼等言论 除此之外 上述周杰的朋友圈 还有多次炫富言论 比如 声称自己喝的茶是20万一斤的2002年的白豪银针 因带欧米家与苹果去省政府开会 被办公室处长点名开玩笑 说要朴素一点 打算换个华为跟跟风 记者在江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官网查询到 有一天公司副董事长 总经理确永一行附近闲线进行调研的通讯稿 官网显示作者名叫周杰 来源是行政办公室 江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官网显示 该公司成立于2004年5月 历经江西省外贸资产经营控股有限公司 江西省省属国有企业资产经营控股有限公司严格 2022年3月更为宪明 集团是经江西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 省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并授权经营的国有资本运营平台 周某的炫富秀权低调奢华有内涵 自己被办公厅的处长开玩笑说 又带欧米家又是苹果 那就换华为手机跟跟风 谁谁谁递他一支烟 成为他借了三个月的烟后抽的第一支烟 比他妈给他买十套房还兴奋 跟单位的一把手吃饭 喝20万一斤的2002年白豪银针 称自己不抽烟 无酒饮 多喝茶 这些涉及的高官职务 很容易被人在现实中对上号 他甚至还在朋友圈称 父亲的副局长没问题了 对某某连说三个感激 这可把有些人给吓坏了 涉及的江西省干月高速公路股份 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马上表态 自己与周某并不相识 他是我儿子同学的同学 我曾经到他们单位办过事情 可能被他看见过 但朋友圈里 周某的确说道见的是高中同学的爸爸 中间少了一个同学的弯 也就是说 周某朋友圈的内容 有图片佐证 不能断言就是编造的 周某的单位江西国控公司 公布了初步的一些结果 承认周某于2020年3月入职 现为股权管理部普通员工 网上转载内容为周杰于2019年9月 至2020年6月 在其本人微信朋友圈上发布 后被他人截图转发 按照江西国控公司的说法 周某的炫富秀权 是在来公司之前就开始的 发生的这些事 也是两三年前的旧事 但是周某是如何进江西国控公司的 本来周某在哪里上班 不是一个问题 现在周某这么炫富秀权 他进这家国企 经过了正当的程序吗 还是像他朋友圈中的那样 是靠强大的关系网 而周某的父母 是不是触及干部呢 其父亲身为副局长 是不是有这么回事呢 周某频繁出入高档场所 接待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吃喝的都是上等的烟酒茶 这到底又是不是真的呢 周某朋友圈内容涉及的面非常广泛 时间又过了两三年 这恐怕也需要下精力 好好调查一番 另外 这些恐怕也不是江西国控公司 所能调查清楚的了 需要上级的纪检部门介入 彻底查清 周某炫富秀权 肯定会坑人 如果内容是编造的 是自己制造的虚假幻境 那么坑的是自己 如果所言属实 要么坑的是自己的父母 还有一圈子的人 如果半真半假 里面有自由发挥的部分 那估计还是会有人吃不了兜着走 严格说来 如果是后两样 也谈不上坑吧 只能说 周某平时力拉人下马 并不是说周某有多厉害 而是波及到的人本身就有问题 那么 最终会坑到谁呢 我们也不妨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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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